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一的新闻大家谈 我是福尧 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 彭内视时事评论员 资深政经分析师秦鹏 秦鹏先生好 福尧好 观众朋友们好 恒河先生好 马克先生好 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评论的主持人 恒河先生 恒河先生好 福尧好 两位嘉宾好 大家好 好的 欢迎 另外一位是居士频道马克时空的博主马克 马克好 福尧好 嘉宾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欢迎三位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龙卷风 冰雹暴雪 席卷中国 马斯克突然访问北京和李强会面 特斯拉是要被妥协了吗 中共俄罗斯防长会面在打前战 中共党魁会找普京要更多的技术吗 北京为什么故意站队哈马斯和法塔赫呢 先来看看最近几天在中国大陆不断出现的奇怪的现象 27号午后 广州出现猛烈的强对流天气 多地降下冰雹 当地网友发布图片显示 冰雹如同鸡蛋大小 有网友爆料 有房子和轿车被砸穿 还有动物被砸死 下午3点前后 广州白云区中洛潭出现龙卷风 期间天空闪过五道白光 疑似闪电击中了电线杆 许多广东网民留言说 太恐怖了 就像杜劫一样 龙卷风卷断电缆 住那边的朋友都拍到了 人在现场来了好几辆救护车 太吓人了 刚才4点钟 一分钟天黑 27号下午 广州增城发布龙卷警报 网民发布影片显示 增城黑云牙城 龙卷风 卷起黑袋子一样的东西飘在空中 犹如电影里的世界末日 截至27号下午3点 广州多区已发布暴雨黄色或橙色预警 雷雨橙色预警 此外 内蒙古多伦河北成德 还在4月29号突然降下了大雪 那有民众就感叹说 今年不平凡 广东洪水成德大雪纷飞 虽然说每到6月飞雪这个程度 秦鹏先生 但是现在大家还是觉得 今年不太平 对 这一次我们看到网民就非常紧张 大家都感觉到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了 这种感觉 太反常了 非常反常 这一次你看这个冰雹都有大的 我们看到网上甚至说有像足球那么大的 对吧 结果网上爆出来的是 至少5死33上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结果网上有各种解读 其中有一个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讲到了说这个公元92年 东汉末年当时的这个出现了那么多的这些 世界末日的灾象 对吧 地震 冰雹 洪灾 旱灾 黄灾 日时 然后在集中的爆发 结果当时人就在想说 这个是不是世界末日来了 结果这篇文章它实际上是来辟谣的 他说实际上 东汉后来还是硬生生的又挺了100多年 然后如果不是外戚宦官干政 军阀多大 东汉末年大瘟疫爆发 那么还能够继续和天地斗争 这么斗下去 不过我觉得这篇文章看起来呢 有点高级黑 对吧 因为很明显就是中国还不仅仅是天灾异象 也同样的是有这些这个中国内部斗争啊 大瘟疫啊 是 这些事情 那这个恰恰是和往常末日的这些现象 是连在一起的 太像了 非常像 那为什么就是有人会去写这个文章呢 其实看得出来是 因为民间大家都会去往这个地方去想 甚至呢有一些媒体 包括台湾的这个联合日报网 对吧 它就直接用的就是说如世界末日 就说大家看起来是一个盲长末日的感觉 但是这些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都在中国发生了 没错 所以大家就可能就会去想 所以有些文章呢 就看起来要替这个党分忧 然后呢大家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去想 实际上没事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 恰恰在于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就很容易勾起中国人的一个联想出来 因为中国你看看24史 对吧 基本上都会去记载这种天降异象 对吧 你是祥瑞或者是呢这种灾象 或者呢是这个气候的一些什么突变 或者呢是像这个自然界的一些特殊反应 把它能作为说是你这个吉祥或者是这种灾疫 这个呢用来看起来说这个当权者是不是得民心 或者呢是不是要去反省 或者是不是得到老前庇佑 这样的一种考察一种印证 对吧 因为中国人讲天人合一 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更多的人会去这么去联想 所以呢文章大家都会去这么去写 恰恰呢反而能够演绎不出这种内心里边的一种恐慌 我觉得当局肯定看到这个现象一定会非常恐慌 更何况他是非常相信预言的 没错对 党魁的话会非常相信这些东西 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不在于说民间实际发生了什么 而在于当局者他会怎么去进行这种解读 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啊 那中国的这些朋友还是要就是说格外的小心和保护自己 我们看到28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呢 在没有任何事先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访问北京和中共总理李强等官员进行了会面 根据报道说马斯克正在推动北京批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引入全自动驾驶技术 同时呢也是寻求中共允许特斯拉将数据传到海外去 201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特斯拉是在上海建厂 不过特斯拉自动驾驶的软件当中 自主性最强的就是这全自动驾驶 但是至今没有在中国的市场推出来 那有知情人之前就表示说马斯克正在寻求北京批准 将在中国收集的这些数据给转移到海外 然后去训练特斯拉自主驾驶的这种演算法 然后再在中国推出来 那横娥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目前中共这边是大幅对外输出电动车 现在欧洲啊美国都在担忧嘛 就是说中共有这种倾销的这种倾向 那这次您觉得是中共要大力的发展电动车 想要去共产特斯拉的技术呢 还是说特斯拉这边其实是想要中国的经济利益 因而就鱼虎牟皮 而中共这边又借此就是说和美方去博弈 换起一些不太严厉的之后的一些关税打击 您怎么看 首先讲一下这个马斯克去访问中国 因为这个事先没有任何证兆 所以一定是临时决定的 如果说他要提前去或者去看工厂 这些呢其实都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是和布林肯和中国 跟中共没有谈妥任何东西 然后谈崩了然后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那中共呢现在呢是急需要 在政治上要打一个平手就争取要翻一个身 或者至少是补救一下 那怎么办呢 既然对政界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无论是耶伦还是布林肯去都没有办法了 那怎么办呢就找商界 那商界问题是里 就是商界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美国现在正在准备 就是至少是一个备用方案对中共的那些 就是资源俄罗斯的这些银行进行 进行这个惩罚 那么这一惩罚以后就是金融系统的惩罚的话呢 那么美国的华尔街虽然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方面也帮不上忙 因为只要政府决定在金融上惩罚的话 那银行谁也不敢去跟他做生意 所以请银行已经没有用了 我觉得这时候就要请马斯克 马斯克可能是在这种大佬当中 最能够说得上话 而且呢影响力最大 又能够被中共拉过去的人 因为他至少有工厂在那里 而且在中国的这个业绩也不错 所以呢就临时邀请马斯克去 以挽回中共在对美外交方面的一个被动的局面 这是他最主要的部分 那么对于这个车子来说的话 对于这个电动车来说的话呢 当然中共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拷贝 因为电动车其实最发达的部分 最先进的部分 并不在它的这个 就是实际上是在它控制部分 它的机械部分 车身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当然美国的特斯拉呢 要兼顾很多 但是大的不会有大变化 最大的就是在控制部分 那中共这方面呢 其实特斯拉是远远领先的 所以它一定要想办法得到特斯拉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长远目标 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廉价 在高档方面呢 它暂时不会去跟特斯拉争 在廉价方面呢 它就跟它争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不是在这方面 最主要我觉得是在政治上 然后其次呢当然它一定要得到它的这些技术 那么那个马斯克呢 并不拒绝给他们技术 马斯克在这点上 我觉得是他认为他总能领先 这是这部分 那么中共呢给它一点好处 马斯克最想要的是 自动驾驶技术在中国收集资料 现在它只是在申请 中共并没有答应它 答应了以后也会设置很多障碍 因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 中共不能给的东西 因为中共最讲究的就是 国内的数据不能送到国外去 这是它现在非常认真的一个 也可以说它的一个底线 所以它会得到一些技术 那么中共现在给它甜头什么呢 就是解禁 因为前面设置了很多障碍 现在把这个障碍呢消除掉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马斯克放心的去进入中国 当然我相信它也不会放心 它也知道中共随时会变 那么马斯克呢是想 我想就是大规模的收集数据 在美国其实可能是有困难的 那个中国呢现在发展很快 所以收集数据相对来说的话 应该比较容易 就是数据量要大很多 在美国呢 牵涉到很多官司之类的 可能它比较困难一些 所以各有所图 在这个具体的技术方面各有所图 但是我相信这个迪欧尔很难真正的惯涉下去 就是他们一个 对不好意思打断您 就很多人在担心呢 就是说马斯克去中国 你这不还是就是说和中共低头 或者说也是一种就是说视若的表现 就很多人担心说特斯拉会不会被染红 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了解中国的人 了解中共的人 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华人 就是特别是这个认清中共的这些华人 担心比较多 我相信就是你很难避免去被中共利用 因为你只要去求中共的话 你只要 现在其实它已经被中共利用了 至于说染红不染红 在意识形态上我倒不觉得 它有特别多的这个可以被染红的地方 或者是不被染红的地方 因为我个人觉得 就是在对中共的问题上 它的政治色彩没有这么能 所以问题我觉得 就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 很遗憾就是他们没有 对这个有非常深的认识 就是很多美国人 虽然知道中共很不好 但是对于特斯拉 马斯克去中国 这件事情他们可能认得不是很轻 因为至少目前美国 现在自己面临的国内的问题 非常严重 很多人其实可能还顾不上这一点 但是有一部分比较清醒的 了解中共的人 对这个问题的担心是比较大的 但是很难办的是 就是美国政府 对这种私营企业 它没有什么办法 它也没有什么法律基础 可以限制它的这些活动 商业活动 确实是这样 我们看到美国政商界是相继访问中国 非常感谢恒河先生 但是现在让人觉得更匪夷所思的是 访问中国的还有 哈马斯和法塔赫 那虽然说去年 习近平是打着和平使者的称号 前往俄罗斯 表面上说是为了和平而去的 不过这个弥天大谎根本没人信 因为俄乌战争根本就是打个不停 而且这次美国财长耶伦 还有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都是接连用强硬的措辞 表达了美国的态度 直指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且还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的物品 用于俄罗斯生产什么火箭弹 无人机 坦克 还有其他的武器 26号我们看到 布林肯市结束了访华 那他前脚刚走 哈马斯和法塔赫就前往北京去会谈了 中共媒体是宣称说 这是加沙战火纷飞之际 中共介入巴勒斯坦的一次外交举动 这是中共又想再次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吗 可是如今世界两大战局无解 那国际局势是否还会允许中共在其中余力呢 马克我想问一下 现在法塔赫和哈马斯到北京 您觉得会有什么 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成果吗 我觉得应该有成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本身来说 法塔赫和哈马斯就是一个死对头 他们两个之间也是斗的你死我活 那从法塔赫的角度来说 他也比较乐见 以色列能够通过这场战争 把这个哈马斯彻底削弱了 这样的话 他的地盘有可能会变得扩大 同时呢 他的这个对于巴勒斯坦的影响力呢 可能基本上他就可以达到了一个顶峰 因为以前一直都是 法塔赫是这个巴结组织的主流 但是呢 自从哈马斯做大之后 哈马斯呢 就在2007年与这个法塔赫之间 发生过一场内战 然后最后把法塔赫从加沙地区赶出去了 然后呢 那个加沙地区就被哈马斯所完全控制了 所以说 而这次呢 因为以色列呢 是针对哈马斯的 而那个法塔赫呢 是相对来说 跟以色列是能够比较和平共处了 现在 所以说 那以色列呢 也是乐见于 这个 这个法塔赫 逐渐的替代这个 就是哈马斯 这样的话就是 对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来说 会更好一些 同时呢 就是 法塔赫如果说 占据主导地位的话 同时也可以向这个 以色列提供更多的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啊 这样可以解决以色列一些国内的生产的问题 所以说 目前的这个就是情况来说 以色列可能更愿意和这个法塔赫 相对来说 和平共处 同时让法塔赫能够控制更多的这个巴勒坎的地区 那现在 以色列现在 对这个哈马斯的最后的据点拉法要发动进攻 虽然说 国际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很强 但是呢 以色列可能会 最终还会行动吧 他可能现在他这个行动推迟了 但是呢 我估计以色列还会最后想要 为这个彻底摧毁哈马斯做努力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把哈马斯彻底摧毁的情况下的话 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法塔赫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虽然说把哈马斯和法塔赫都邀请到北京来 让他们坐下来 表面上来进行和谈 然后呢 中共做一个就是中间人 不过呢 从这个整个的形势来说 现在哈马斯争处于一种弱势 就是说马上就要被消灭的这种状态 那而呢 法塔赫呢 眼瞅着胜利成果 他就可能会摘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之间应该很难达成一种协议 就至少来说 目前来说 哈马斯现在想求法塔赫来拉他一把 但是呢 法塔赫我估计 在这种情势 目前的这种情势下 他可能更希望呢 哈马斯彻底从这个上消灭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他来获得最大的那个就是成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这种情势下呢 实际上来说 是很难达成一种协议的 您觉得现在能让 就是说这个战火停息的国家 到底是谁 那我们很明显看起来不是中共 它只是想去娱力这样的一个高贸 那您觉得谁可以起到真正的作用呢 目前来看呢 更主要的可能是伊朗 但是呢 这个伊朗呢 因为他一直在扶植 这个就是反以色列的各派的这个势力 基本上他背后就是他的总的这个指挥者 但是呢 伊朗也不希望哈马斯彻底的完蛋 因为最对他来说就少了一个制衡 以色列的这种就是一个条件吧 但是呢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他又不想直接打仗 那虽然说伊朗前一阵子他 他用那个导弹啊 无人机啊 去攻击过这个以色列 他作为一种 就是怎么说呢 作为一种对以色列轰炸 那个驻西利亚大使馆的一种就是反击吧 但是呢 他也不想把这事情搞大 所以说他双方之间过一下招就完事了 所以说总体来讲呢 他要保持一个比较微妙的平衡 那现在呢 伊朗最担心的就是 以色列把这个哈马斯彻底斩草出根了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 就是怎么说 他的担心 所以说伊朗呢 也是希望通过中共 然后呢 再加上西方国家 然后呢 向以色列施压 这样的话不让他最后去攻打拉法 这样的话 否则的话 哈马斯如果说在这个加沙地区彻底 没有立足之地的话 最后的话 法达赫会做大 那最后结果呢 法达赫不一定会和以色列这样的配合 那他伊朗呢 能用的棋子就不是很多了 那他只有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珍珠党 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 这样的话 以色列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小 因为总体来讲 这个加沙地区对以色列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 伊朗的影响力可能是会最大 但是呢 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又比较微妙 他现在也不想把事情搞得特别大 所以说可能是处于一种基本的平衡吧 我觉得伊朗可能还是希望 利用西方的这种反游的这种运动 然后呢 给以色列施加压力 让以色列停止最后的进攻 然后给哈马斯留一点活口 非常感谢马克 说的很明白 如果说中共要是和伊朗有一些 就是说和谈或者说对话的话 是不是其实会很大程度上 就是说减弱这个战火的这个程度 是的 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伊朗有自身的利益 当然中共有中共的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中共呢 是希望这个战火 就是互相之间冲突变大 这样的话对于中共比较有利 不过呢 阿拉伯世界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阿拉伯世界 因为现在 阿拉伯也是希望 以色列不要进攻 但是呢 阿拉伯它也有个前提 也有个条件 就是说 沙特有可能跟以色列要建交 这也是美国力度的 美国希望 阿拉伯世界和这个 以色列和解 但是这个呢 也就是伊朗最不愿意看到 因为一旦阿拉伯和伊朗 最后的最终的敌人 就有可能是伊朗 所以说这个事情 是个很托中托达的 就是除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之外 同时还有个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目前状况呢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是希望比较能够顺顺顺顿当的过去 不希望有大的波兰 那阿拉伯世界呢 也是希望以色列不要搞得太大 那么它未来可能它的一个谈判的条件 就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的这个作为一个条件 所以说现在来说是在博弈当中 至于哪方会更强 或者说哪方更主要 或者以色列更考虑哪方的利益呢 那就要看最终的结果 就是双方哪方面做的让步比较大 非常感谢马克 另外想问一下横河先生 我们看到中共是在抓住每一次的机会 去展现自己好像是这个和平使者的身份 可是中共是否具备当和平使者的各种要素呢 其实中共专的一个空子 就是有一些事情人家是不做的 记得上一次跟这个沙特和伊朗之间 也是在北京 所以北京认为它是一次外交成功 这种事情是别的国家 不管是哪一派 俄罗斯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这个美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就像这个法塔和哈马斯的这种会谈 也是没有人会去做的 没有任何一个正规的国家 会把它们拉到一起去 所以这种事情只有北京会做 那么做呢 它实际上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就像刚才马克谈到的这个 法塔和哈马斯之间 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共存的基础 所以你把它拉去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成果 那么什么能够解决中东问题呢 其实解决中东问题 你必须在中东的各派当中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就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 偏偏中共在这方面呢 是最没有的 因为中共的整个基础 是给美国捣乱 就是破坏现有的秩序 因此在现有秩序内部的任何矛盾的地方 中共它都不会 而且也不会提出一个这个方案 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系统里面 它的思想系统 它的这个战略系统里面 是没有这个调解这一说的 它本来就是制造矛盾 然后呢 把这个局势搞乱了 所以 那么美国为什么 它总能够在很多关键问题上 起调解作用呢 是因为它总能提出一个 就相对来说 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但是呢 它和当时的双方 大家 就是与其拼个你死我活 大家鱼死网破的话 不如大家能够共存 所以美国往往有一个这个共存的方案 这个方案从美国走上世界开始 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实行了 这个政策就长期没有变过 所以它需要 那么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利益就是全球利益 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利益 中共不一样 中共有自己非常强烈的意图 非常重大的利益 而且这些利益呢 是必须侵害别人的利益 损失别人的利益的 所以中共在战略上 没有当和平使者的这个条件 具体措施上 它当然就更不会有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 世界上任何一次纠纷 重大纠纷 是在中共的条件下 能够出来的 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 谢谢恒和先生 确实啊 中共可能就是说 它都是基于自身的这个利益出发 而不去考虑 就是说其他国家 或者说真正去解决这个和平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一下 秦某先生就是说怎么看目前 中共这边的这个外交动作频频呢 先去邀请美国这方的这个政界商界 然后随之又和这些叫做恐怖组织的一些组织 去会面 这什么意思 中共其实是老想扮演一个呢 世界新秩序的创造者 这么一个角色 包括呢我们看到它现在把这些恐怖组织 拉到一起去谈判 然后呢显得出来呢 说我在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影响力 然后呢也是和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的这个两国方案 能够结合在一起 对吧 它试图是想说 我扶持这个巴勒斯坦 然后换取一部分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个支持 但是就像恒和先生所言呢 其实就是说美国它提出来的是一种共存的理念 就是说它会让就是说双方会达到一个 就是说平衡 实际上来讲的话 就是中东问题是最难最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中共去试图觉得在 它有能力去挑战这样一个中东难题 对吧 实际上它是做不到的 又说甚至来讲说这个拜登政府都做不好 烫手的山芋 没错中东是最难搞的 因为真正来说要解决中东问题 其实是川普那个思路 对吧 它实际上是扶持以色列去拉拢这个沙特 去强化这两个联盟 然后呢去打击伊朗 还有它的那些小兄弟 这个其实是在其他国家呢 去努力的去促进这种和平 这是川普同时在加强自己的这个政策力 让那些其他的不敢轻举妄动 这是川普的政策 而拜登政策呢 它实际上是要缓和这个和什么伊朗啊 和那些小兄弟的关系 对吧 他一上台就把沙特的这个一个就是 野门胡带武装给他从恐怖组织里边去给剃掉了 然后呢反过来讲又打了这个沙特一顿 说呢这个沙特的这个王储 杀了这个卡舒奇对吧 反正把那个东西也搞得乱七八糟 结果呢还给这个伊朗这边的话放水 所以最后呢你看弄起来把这个战争也打起来了 最后呢自己弄的也是这个里外不是人 不过呢好在这个就是去年的10月7号 就是哈马斯进攻以色列之后 那么呢拜登政府他这一点上大的事他没糊涂 所以呢好歹的话他挽回了一部分这样一个颜面和这个关系 同样呢把这个胡带武装又给他给重新变成这个恐怖组织组织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后来做法 但是很明显的话你看起来连美国的这个有一些 看起来是这种老手的这些人也摆不平对吧 所以中共想在里边去摆平 我觉得简直是痴心妄想对吧 因为你在里边你又没有去和以色列那么好的一个关系 你又没和这个其他国家那么好的关系 结果呢现在实际上你是把他把这个以色列给得罪了 他现在是不是想把中东这边的局势当成他和美方去博弈的一个筹码 对他根子上的目的的话实际上是叫做我们叫仰扣以自重 就是想把某些国家比如什么伊朗啊这些包括沙特 沙特他是想用钱的方式去收买他对吧 然后呢包括这个像就是法塔赫和哈马斯 他都想把他抓在手里边 然后呢到我来去向美国去谈判对吧 说你看看我还是能够去掌握一定的这个局势的 但是呢说实话你真的能够去掌握好这么大的一个这种局面吗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难的 本身沙特这个国家他其实是讨厌拜登政府 但他在大的事情上并不糊涂完全是和美国站在一起 对吧他不会说是反美国 这个一点的话中共是玩不转的 对吧同样的呢作为伊朗来讲 中共呢试图觉得他伊朗会完全听他的话 结果我们看到伊朗前两天是风风火火的玩了一场烟花秀 最后呢一看打不赢他又马上缩回去了 为什么他得考虑他的这个国家利益 对他也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主权国家 所以呢他也不会完全听着中共去摆布 所以中共一看你看那个伊朗瞧不动 其他那些也不给力怎么办呢 那就再玩一玩这个哈马斯克法萨赫这个问题 可是哈马斯克法萨赫问题不是两国方案能不能解决问题 美国并没有排斥这个两国方案 只是呢认为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谈判 另外呢作为当前的这个巴勒斯坦问题 核心问题是什么 是人质问题 对吧你中共不去解决人质问题 你把这帮这几个这个恐怖组织拉到北京去讨论 去开会 那你是促进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你还是在去加重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本身他一定会把自己呢给玩死 萤火烧身了 萤火烧身 因为他现在已经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得对了以色列 以色列只是现在没有想方式把去收拾他 但是接下去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是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会改变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中共在和布林肯会面的时候 之前会面中间是摆了一个荷花代表以荷为贵 那现在是换成了变业 就是说这个变幻莫测 中共动了很多的小心思 而现在中共又想去扮演这个和平使者 您怎么看就是说美中关系 它们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什么 是中东问题吗 还是说其他的问题 其实核心是价值观问题 因为价值观问题代表着说 你是不是要去颠覆原有的 我们讲说以自由民主法治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而中共恰恰的话是想呢 去把这些原有的秩序搞乱 它想在里边去拉一帮这些恐怖组织的 作为这种颠覆世界秩序的这么一套做法 对吧 包括和伊朗和这个俄罗斯和就是什么 就是法塔赫和这个哈马斯 还有朝鲜等等这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根子其实是凡人的话 这么去操作会让美国和这些盟友们 看到说中共也就是一个世界秩序的破坏者 所以坚决的要去打击它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 其实它的结果一定会引火烧身的 是我们看到另外现在中共的目的 是不仅仅在于让世界乱起来 口口声声还喊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共党魁 最近还展示出了更大的野心 怎么回事呢 27号去年底刚升任国防部长的董军 在哈萨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期间 他和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 举行了首次面对面的工作会晤 董军声称中俄两军保持高度的态势 对于全球的战略稳定至关重要 而中俄防长会面其实只是前站 普京在稍早就告诉过说下个月他会访华 那去年10月其实普京才刚刚访问过中国 秦莫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中俄领导人会面了 就是说很频繁而且很快又要会面了 就是说这和美方想让中共去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有多大的关系 有非常大的关系 中共就是反过来讲的话 就在去跟美国传递一个信号 我就是要跟你上对台戏 我要加强和美国的关系 然后通过和俄罗斯的关系 通过俄罗斯加强关系去形成和这种 美国西方的一个对抗的力量 然后他倒过来去向西方去讨价还价 这实际上是他的一套做法 我觉得这是他核心的东西 那么这么一来其实就有点 我们说是和美国是故意对着干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带来的结果 就是中国大陆的网上在传一个笑话 说全世界在围殴熊大 结果就是镇长要去和熊二进行下沟通 说你要不要再去帮着熊大 结果熊二就是比较横 就是缺乏智慧 他就非得这么去做 带来的结果大家说 最后这个熊二可能要搞不好 要挨一顿揍 这是中国这个网民通过这种比较幽默 或者是隐晦的方式在表达说 中共这样子一来其实有点自群其辱 所以中共这边其实还是稍微听一些美方的话 而且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跟美国这边直接对抗 好 马克我们来继续讨论一下 就是刚才讨论到 就是说普京这边其实是想从中共这边 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援 那他们双方的这些筹码都是什么呢 现在来说中共和俄罗斯它基本上属于一种绑定 因为中共一直想给美国制造麻烦 同时它也想变成一个破坏整个的世界秩序 所以说它一定会支持俄罗斯的 那俄罗斯普京自从连任以后 它也希望展现一个让战争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同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所以说它也是要想把中共绑到它的战车上 所以它两个互相是有一个需求的 所以中共在这个即使说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困难 但是它也会咬紧牙关 它会挤出钱来支持俄罗斯的 包括大量进口俄罗斯的小麦和俄罗斯的石油 同时它也要给俄罗斯一些技术支援 因为俄罗斯的军工企业 大量需要中共的技术和中共提供的零部件 然后才能够生产武器 所以这部分来说 双方都是有一种互相的需求 同时因为现在来说 更是俄罗斯更多的是有求于中共 所以说俄罗斯也会向中共转让一些军事和太空的技术 这也是中共目前迫切需要的 所以这个是双方一个各有所趋 同时中共也想借这个机会 从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军工技术 当然俄罗斯它虽然说科技上没有美国那么发达 但是它也从苏联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特别是太空的技术 包括另外一个就是核潜艇 还有一些陆军的武器的一些技术 这方面都是中共特别想获得的 太空技术就是说 中共实际上最近几年 就是习近平特别是想与国在太空进行争霸 包括发展载人航天 包括开发自己的太空站 然后同时他也想与俄罗斯合作 能不能够一起去登月 这方面它实际上是有很雄伟的 就是很大的雄心的 只是说原来俄罗斯是希望跟美国更多的合作 所以说它原来不太搭理中共这方面的需要 所以说中共只好自己搞了一个太空站 当时俄国根本就没有提供太多的技术给中共 但是如果说想要登月的话 这个方面中共还是更多有求于俄罗斯的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火箭发动机方面 俄罗斯拥有非常强的技术 虽然说来自于苏联 但是中共在这方面它是比较落后的 在苏联解体之后 从俄罗斯演进了一款火箭发动机 然后中共进行仿制以后 现在中共的所有火箭都是使用了这款发动机 但是实际上俄罗斯手头还有更好的东西 所以这是中共特别想需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在载人航天方面 它有更久的历史 它有更丰富的经验 这部分也是中共客气能够想从俄罗斯获得的 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的导弹核潜艇 特别是大型的这种战略核潜艇 它的这个技术也是更加先进 同时俄罗斯在洲际弹头导弹方面 它也有更好的技术 这个也是中共想要从俄罗斯拿到的 再有一个就是对象陆军的T-14阿玛塔坦克 主战坦克 这方面中共还不具有这方面的水平 中共最先进的坦克就是99式 它基本上是属于苏联时期的T-72的深度升级版 但是它与T-14它还是具有一个代查的 所以中共希望能够从俄国获得像T-14这样的 这种先进的坦克的技术 这个对于中共的整个的陆军的战斗力提升 还具有很大的帮助的 再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在飞机方面 俄罗斯它也有很多的 从苏联时期继承了很多的遗产 特别是在这个气动力的这个设计方面 俄罗斯具有比中共要强的多 实际上中共的很多飞机呢 都是跑到这个请俄罗斯这个设计局 来进行气动力设计 然后呢它再进行优化 然后呢它再就是那个包括这个内部的一些设计 而像那个就是五支十啊 就完全这个直升机完全是由俄罗斯的这个设计局设计的 像那个现在目前中共和这个巴基斯坦合作生产的 这个GF17骁龙 也是采用了这个俄罗斯米高阳设计局的这种设计 然后呢就是它的原型就是由米高阳的这个米格33的这种设计来复制的 然后所以说包括这个运20它的这个气动力布局 特别是它的这种超临界机翼呢 也都是俄罗斯的这个设计局来设计的 所以说实际上这方面呢 中共在目前来说 它虽然说有自己的优势 但电子产品呢 这方面的优势 但是呢 俄罗斯也有俄罗斯的强项 所以说中共呢是想把这个俄罗斯的强项更多的拿过来 然后呢来补齐自己的这个短板 这样的话它才有可能与美国进行抗衡 虽然说俄罗斯的技术也没有那么先进 或者说更多的是苏联时期的遗产 但是对于中共来说 这又是一个就是可以直接获得 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飞跃的一个机会吧 那这是否会帮助中共在当今的这种军备环境中去不断的加分 以至于就是说和美国抗衡呢 我觉得会有加分 但是呢 就是本身来说 俄罗斯的武器呢 通过这次俄乌战争当中就已经看到 就是说它的技术呢 还是比较跟欧美比 还是差一节的 或者说还是比较比较那个 就是打不过这个欧美的这个武器的 但是呢 对于中共来说 能够获得一些补充 或者是能够以较快的那个时间 以较短的时间 获得比较大的这个技术上的提升 那对它来说也是一个未尝不可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相对来说 总比自己去拼命努力 要用十几年或者十年才能达到的水平 那如果说能直接拿来的话 那何尝不可能 所以中共一直是想通过这个 拿来这个拿来这种方式 然后呢来快速成功的事 这也是就是像中国的什么汽车产线 其他的这个工业 也都是这种 恒河先生我这里有一个 就是说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二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 伟大的独裁领袖便诞生了 当我们不反抗的时候 奴隶便诞生了 当我们不质疑的时候 骗子就产生了 那如果说美国这边改变战略模糊的话 如果更强硬的去支持乌克兰 去支持以色列 是不是可以抑制当今的世界的 这个新邪恶轴心呢 知道不一定 因为那些冲突 那些冲突的存在 跟美国的存在 虽然有关系 但是它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 就中东那个冲突一直就存在的 当年就是这个犹太在那里建国 他当然他还有很深的历史源源 跟美国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美国介入不介入 那个地方都会打 只是说设法让他能够稍微稳定一下 但是很难有很深度的改变 那在那个俄乌战争当中也是 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后来跟北约 这里很多是欧洲非常复杂的问题 美国也没有 相对来说的话 我觉得战略模糊这个事情 在美国其实在欧洲和在中东 它都没有那么清晰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因为它的清晰也不可能清晰到什么程度 模糊也不可能模糊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这是一个平衡 实际上美国真正需要改变 它的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的是台海问题 因为台海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问题 而且和美国的存在直接有关系 而它需要政治的不是一个多方的复杂的问题 而是只是中共 所以说战略清晰在台海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说在中东和在欧洲战场上 我觉得它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战略清晰 它支援乌克兰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最需要是重视 它在台海上对中共的这个战略清晰 您怎么看啊 刚才马克有提到就是说中俄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作 包括在太空 包括在这个深海方面 您觉得俄罗斯是否会给中共带来一个技术上的飞跃呢 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会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我想俄罗斯再需要中共的话 它也会留一手 它不至于把真正自己最先进的正在研发的东西给它 在这之前其实中国已经得到了相当部分的 就是前苏联的军事遗产 这谁给的呢 是乌克兰给的 就乌克兰因为它自己不需要军事化 它没有全球野心 而它当时保留了很多 就是当时很多军事设施是在乌克兰的嘛 所以乌克兰给了中共很大帮助 那俄罗斯现在要给的话 第一它不会把最先进的给它 第二呢就是说该给的会给一些 但相对来说的话呢 其实俄罗斯的武器系统和美国比较又差一个等级 至少一个到两个等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要是不至于能够在技术上 能够追上来达到弯道超车 或者是跟美国竞争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暂时这个可能性还不大 所以说中共会有提升军力 但是要提升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空间虽然很大 但是不至于很快的超越美国 这个可能做不到 非常感谢马克恒河先生 还有秦鹏先生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时间到了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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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